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 一场分手 周扬青失去一个不自重的男人 却成了人生的大赢家 今日 周扬青再次放出自己的美照 而这一次不再是为了挂潮牌买衣服 而是开了家新公司 在和罗志祥在一起时 周扬青就有自己的潮牌在经营 虽然销量没那么火爆 但是也算小有成就 平时偶尔罗志祥的转发也能带动一些销量 可现在离开罗志祥 周扬青反而能专心搞事业了 32岁生日后 周扬青再次公布了好消息 22日 周扬青宣布自己的新公司成立 还在个人账号上放出了自己的合伙人合照 除了周扬青 其他的几位看上去都生意人的气质 看来周扬青不仅是公司的主理人 还是公司的宣传人员 名人做事业 当然影响力是很大的 而周扬青也靠着自己的名气 让自己的小潮牌服装扩大成了一家新公司 当然 事业心满满的周扬青也在美照上写下了自己的事业目标 争取让自己的公司成为上市公司 还调侃自己 梦想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可以看得出 周扬青的事业心还是蛮强的 看来以前为了做罗志祥背后的女人 刻意掩饰了自己的光芒了 如今离开了她 自己也表现出了女强人的模样 前段时间 周扬青宣布与罗志祥九年情段 并揭露男方是时间管理者 混乱私生活 毁灭式分手宣言 震惊演艺圈 自和罗志祥分手后 周扬青越来越活出了自我 网店经营没有落下 经常和朋友开心聚会 吃吃喝喝 看着已经从失恋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这边周扬青过得越来越潇洒 但是罗志祥的事业一落千丈 算是彻底毁掉了 有些网友说 周扬青之所以做得这么绝 是因为分手费没有弹拢 但实际上周扬青是丝毫不差钱的 甚至罗志祥还高攀了她 周扬青的资本实力十分雄厚 家庭条件优越 用LV装皇家狗粮 用古池装大闸蟹 姥姥家的四合院离西单老佛爷百货走路不到一分钟 前段时间 从她晒出的生日礼物清单 看完后才发现 周扬青是真的毫无人性 父母送了她一栋富士豪宅 豪宅中有一个巨大的星空电影院 朋友在东京最热闹的街头买下了一楼的橱窗广告为其庆生 还有赌王之女何超莲 窦霄为她庆生 这个生日过得相当的豪华 今日 周扬青又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 她成立了一个新公司 还晒出了与合伙人的合照 周扬青还表示 租给他们的人说 这个地方出现过五家上市公司 希望自己努力成为第六个 看来周扬青的野心还是非常大的 都已经这么有钱了 还这么努力 想到之前周扬青与罗志祥在一起的委屈 真是大可不必 做罗志祥的女朋友 想必周扬青也是不会满足的 如今她一心投在了事业上 以后一定会红红火火的发展 就是不知道罗志祥还有没有出头之日了 周扬青与罗志祥分手 不仅使得在内地发展势头正猛的罗志祥退回宝岛 也为周扬青带来了一波路人好感度 然而 最近周扬青却在深夜通过自己的小号表态 直言被骂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 如果足够优秀到他们够不着的地方就不会挨骂了 所以要更努力 网友也在好奇猜测 周扬青明明从分手后群众好感度一直高涨 为何会突然有此言论 究竟是谁在骂他 但也有网友表示 从分手事件至今几个月 对周扬青的情绪也经历了从喜欢 欣赏到有些逆反 据悉 周扬青被骂主要是因为部分网友认为 他一直在吃分手红利 一封签字长信 在结束了多年恋情的同时 也使得周扬青的大众认知 从过去模糊的罗志祥女友 网红等 一跃成为新女性 独立乐观等 不能否认 对于任何一对恋人而言 分手都是件令人遗憾且伤感的事情 但是周扬青也因为分手的处理方式 获得了原本不熟悉她 甚至不喜欢她的网友的普遍好感 作为被出轨的一方 周扬青本来就因为受害者身份获得了网友的同情 加之不少人从她的分手信中感受到她性格中爽朗 大气的一面 继而对她产生好感并不稀奇 罗志祥则因为多人运动 时间管理等因素 使得多年经营的口碑彻底崩塌 只能返回宝岛折服 寻找合适的付出机会 虽然目前罗志祥通过社交账号发布恋舞等视频试探 但网友对其仍旧存在抵触心理 从这一点来看 分手事件无疑为周扬青带来了更多关注与助力 但也恰好是因为这样的关注与助力成为了周扬青挨骂的原因 周扬青挨骂 不少网友猜测或许与其这一波知名度讨论度提升后 经常进行直播带货有关 有一些网友认为 原本自己关注周扬青是同情期在感情中的遭遇 却没想到被对方当成了韭菜 心理落差导致这些网友粉转黑 问题的结症在于 网友对于周扬青的认知出现了差异 周扬青是网红 而且是一名拥有自己自营品牌的网红 网红的日常工作就是直播带货 为自家店铺导流 刺激销售额 因此面对涌来的大流量 周扬青顺势进行直播带货 无可厚非 只是不少网友关注周扬青 是因为对他在感情中的遭遇感同身受 没想到受伤的女人频频带货直播 自然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实际上 网友与周扬青都没有错 只是认知上出现了偏差而已 也有部分网友表示 原本对周扬青很欣赏 最近却出现了逆反心理 因为他似乎总是在刻意强调自己独立 大女人的一面 网友的心思或许是世界上最难以琢磨的一件事 爱与恨永远只在一瞬间 许多明星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目前来看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 不过从大众的逆反心理来看 群众情绪并不容易轻易掌控 这也让人不免有些好奇 周扬青未来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直播带货的赛道变得越发拥挤 明星纷纷下场抢活 潮牌也越来越多 起步较早并不意味着优势大 周扬青此前与杨天真频频接触 外界预测两人或将一起做大事 但目前并没有看到两人之间有太多合作展开的可能 从周扬青称自己会变得更优秀来看 目前的他应该还是会继续在做品牌这条路上走下去 但时尚是个轮回 潮牌 尤其是国潮这几年势头正猛 然而谁能保证国潮能够如高奢品牌一般 一伙就是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呢 曾经的快时尚品牌势头不亚于当下的潮牌 但从这几年快时尚频频车电收缩不难发现 大众的爱总是不长久的 也有人猜测 周扬青会不会借此机会进入娱乐圈发展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年与罗志祥交往时 周扬青有比当下更好 更合适的机会进入娱乐圈发展 但他并没有 那么如今分手后的他 进入娱乐圈发展的可能性同样不大 当然 只要不采线 如何发展是周扬青的自由 网友也实在不必因为自己滤镜破碎 就去对周扬青横加指责 那些大女人 新女性的标签 更像是网友情绪的一种投射而已 但是再看看罗志祥 在分手门之后 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了 即使露面 也只是发一些跳舞的视频 能开公司的女人 感情上自然也是毫不手软 分手后让对方无路可走 周扬青果然是个狠角色 周扬青果然是毫不手的 唯一